两个命运不尽想通的人 这个因为缘分 想事想止 泰大哥说他也曾经想过再去找一个伴 可是面对卧床 卧病在床的起子 那你说这边是残淡精英 外边是摘胎高筑 谁家的姑娘 或者说谁家的女同志愿意跟他呢 那他向苗大姐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 大姐能答应吗 那外个人我也不好意思 不除所料 苗大姐果然拒绝了泰大哥的求爱 但拒绝归拒绝 苗大姐拒绝泰大哥的理由 就是因为泰大哥的媳妇 我说我对大姐希望吧 还是希望那媳妇能活起来 他必须他活起来以后 那还是一个孩子的亲妈 亲爸 必须对外的差异 肯定要抢 为了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庭 苗大姐拒绝了泰大哥 但泰大哥并不私心 再次向苗大姐标拜 最终在泰大哥的干亲公事下 苗大姐答应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泰大哥冤配一大姐的娘家马 从半路上杀了出来 为了不让泰大哥为难 苗大姐再一次选择了退缩 烟看着一段刚刚开始的干亲 就都向灭亡 这可怎么办呢 没想到 就在陕穷睡进的时候 李大姐娘家人的一个电话 让这事情编得六万化命 正所谓好事多么 患难见人情 经过已连川的曲折坎坷 两个有情人 终于走到了一起 虽然现在还没 名正言顺的办理手续 但苗大姐并没把自己当外人 在泰大哥的基前破五倒了之后 使苗大姐处收 帮了他们一家人 二话没说 从娘家接来了十三晚 离泰大哥家盖了新房 这还不算万 每次来泰大哥家 苗大姐不是照顾床上的李大姐 就是忙着赶家务 泰大哥的母亲 姐姐和孩子 没有一个不夸苗大姐好的 都是大爷 阿姨你挺发现 以后你不想和我都来和你俩照顾 都时间是业的 全是时间是业的 没有说婚姻是婚姻 或者 阿姨我到去 你没看 都没有那种意思 恰没那些 和爷上恰西 面对一家人的称赞 苗大姐显大 有点不好意思 她说啊 到了她这般年纪 爱情啊 已经不再是浪漫的 不切实际的了 哎呀 应该是实实在在的 给我解雾嘛 你要接受她 你得接受这个家 因为她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家 一个正体呢嘛 朴实无话 亲近恳恳 任劳人怨 泰大哥和苗大姐啊 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除了把日子过好 两个人 还有个共同的心愿 那就是要把病床上的 媳妇李大姐 照顾好 两个人 零把年秋天 才盖好了心愿 现在 春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两个人啊 正在抽花着 美好的未来 有那个 那么李李环 李李环 没有人家帅的 两人对她搁来 那么 没有人家帅 不给家 一块儿 我想过下去 不在乎这个名片 但是 他要给我 他必须 有个做法 他必须给这个名片 泰大哥告诉记者说 他如果想离婚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麻烦和障碍 毕竟自己的起子 现在已经没有了意识 如果老这样下去的话 觉得对他 或者说对这位大姐来说 也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 如果真是去办理 离婚的话 从法律角度上 又应该怎么去办 或者说 他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咱听听律师的看法 山东金桥起 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坚勇认为 在和苗大姐结婚前 台大哥必须要和 已经成为职务人的李大姐 解除婚姻关系 由于李大姐没有行为能力 必须通过她的父母 或者兄弟姐妹等 作为法律代理人 不能协议离婚 只能通过诉讼方式离婚 而法院在判决时 也应该注意权衡 多方面的权益 如果法律准许离婚 或许对作为弱势方的 职务人妻子的合法权益 难以得到保护 但勉强维持这样的婚姻关系 也是不人道的 同样 会给南方的生活生理 造成很大的伤害 也严重侵犯了 南方的合法权益 通常情况下 法院会支持南方 解除婚姻关系 但离婚之后 应当继续承担 对女方的照顾义务 一个人事不值的妻子 一个无奈的丈夫 还有一个善良的喵大姐 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何取何从 如果说我小毛哥 投一票的话 我只是大哥离婚 但是有一个前提 必须是两个人 继续把自己的妻子 照顾好 那应该说是千妻了 不知道电视机 以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件事情 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相比是人者见人 只者见智 在最后的 每日新闻 考验话题当中 希望我们听到 您的观点 好了